这波带的应该闪现吧 我觉得带精神进到底 对对对 他如果说是带挽留带张狂的话应该闪现了 怎么说呢 这个带闪现的话 他容易被前锋搞 我意思是直接搞前锋 直接搞前锋也不太好 是你搞前锋 看前锋的一个位置 对位置很重要 比如前锋那种 我们在墓地的怎么搞 搞半天搞不到 然后祭司在补个什么 开局撞脸的星河带着果然金身 金身进到底了 这边开局撞脸星河应该是找不着金河了 往左走往右走 看到往左边走 带金身的话是抓祭司也蛮好的 我右边看一眼 看到小廖老师了 这边开局撞脸的一个修机位 他最想撞脸的应该就是这个 这开局还挺不错的 要不直接切形态 他想滚两下吗 我觉得切形态丢个夹子什么 都会不会先好一点 他直接想滚两下 然后加一刀滚上了 可以马哥这把手感还挺好的 但他没有闪现 你这刀不一定开得到 你说这边穷者 现在应该判断不到 他是一个什么机 对判断不到 对面看这个夹子很关键 假装了 这个夹子实在当时 扔对面没用上去 之前扔的 但是之前没用上 这波用上 那挺舒服的 这个开局很舒服 对 这个开局 即使过来打联动联动 啥忙也没帮上 前锋这边的话突然间 要过来去搞 就没法搞 这边金身就不敢出 堵他啥技能 对 你敢过来堵他技能吗 还不太敢堵 这里的话 而且不知道马哥啥技能的情况下 节度已经这么快了 前锋是不敢这么拼着打的 前锋这边可能也要吃一次 然后 拉球 这波拉完 打一刀前锋吧 我觉得打刀油拆没问题 因为打到前锋的话 他现在拨命时间 可以滚前锋的 我觉得这时候 不用先滚了一下前锋 前锋你来撞 撞你就倒地 但是他滚不了两下 他最多滚一下 他不大不一定 那这个 这个上来一个四千先滚上 然后玩友加速呢 然后我往回走 然后杀个回马枪 这边 他直接切形态了 那丢个夹子 封口吧 这边 反正你来撞我呢 我就这边 精神顶了 打一刀 我二姐只要出来 清安悟梦 这个破轮就没有 没有那么难受了 他 那前锋这边选择撞就 但这个撞就 前锋 球没剩多少了 马哥这边的话 戏血悲观 直接收掉小迪老师 很快的呀 他这边切形态 尖刺一开 然后一个戏血 这边得有 这次的洞辅助 给到支持才行 非常难打了 非常非常难打 前锋这边 要保不了吧 这么点球 要撞细血 要撞这个细血的 细血补 补到了 飞观 不敢交 球稳 这个被关捏得很紧啊 但你这波捏了 我前锋你又不好处理了 前锋球没剩多少 直接加到了 不是球有没有 他这把球够了 因为有个祭司在中间辅助 你看祭司在摸 如果这边多拖一会儿 我感觉甚至这都能摸起来 不会吧 摸 这都给摸起来了 你说前锋刚才要 这边操作一下 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怎么说呢 这边前锋操作 刚才前锋 这波肯定浪费到 仙人屋梦的节奏了 但节奏还是 哎呦没有博弈 到小弟老师这波可上刀被打到了 如果跳下来下面这个洞好了 前锋这边能能够把自愈拖出来呢 前锋拖出来自愈也没有用啊 这前锋没球的 这么一次球 还能就是继续还是 那看来那个祭司那波干扰 就那么搞嘛 就就前锋下午下午你啊 他能把什么拖来 能多拖20秒 二三十秒 把他的这个近身给等 也有可能 像这种局 就是能拖一秒 是一秒 拖一秒都是人类的节奏 现在对于小对于马哥来讲就是找到人就可以秒了 对直接精神顶着走动呢 不好打穷者这把的话可能是一个偏4 直接就要悲观吗 4的话也不一定 因为现在手里没有秒人的节奏 他现在手里需要一手节奏就才能看 但你开密码机差多少呀 是啊 但是没节奏呀 还是没节奏呀 你这边再花30多秒就不一样 又卖一个节奏了 我觉得机导速度是个 是看这把能不能四抓三四抓还是平均的一个点 那不是不是 这是我看的是密码机进度 你密码机现在差的多 对吧 这边精神 他不顶吗 他密码机是差的多 但是我觉得还是 当然他有一个点就是他没有底牌 他如果有底牌的话就要好很多 他有底牌这个时候切个什么插眼什么的 或者切个闪现秒人 节奏要更加好 算一下吧 我觉得这把穷者没得打 这把的话是不好打 确实不好打 因为前方也没道具了 对 还没博命 博命也没有 前方拉一波小球 这边戏血有的 你这边把人刷了就去相当于刷过 马哥就打针对了 他这波逼救了 他这波 确实应该这么打 因为前方是逼来秒救的 打断了一个洞 我觉得刚才这边他直接切形态给前方上戏血一刀把前方秒了 然后再去追祭司 因为他有精神 他可以精神穿洞的 会不会更好一点 我觉得都行 因为他这样子打的话呢 反而就是绕了一些节奏给穷者让他们有机会能打一个开门战了 不管是两人开门战还是三人开门战 他的一个四抓面都要小很多 不他只要对着这个椅子 他只要不把这个机子放出去 他就没人类就没什么机会 因为现在人类就跟今天上一场的那个爱护鬼一样 你只要这边那个红蝶一样 只要守着这台机 基本上人类打不来的 人类没有时间就变机了 他们外面存起机子了 然后这边的话戏血捏在手上面的 可以秒人 我现在想过来搞谁就搞谁 对他只要搞倒一个就可以 这里的话 这个悲观应该不会交的 这个悲观应该是留给前锋 他就这边先抓一波 然后等到自己的下一个变轮CD好了以后 戏血还有十多秒的 那这边应该是等一会儿戏血 差不多待会儿CD好了以后过去找一波前锋 前锋是可以瞬间秒掉的 哎呦我夹子夹中了 他这个变形态戏血悲观交给前锋 一组秒掉前锋 基本上就四杀了 看看没啥没啥机会 没机会没机会 还是还是开局节奏太好了 对那个夹子说实话 嗯 我估计没人能想得到 那个失户夹 然后他正好为啥 晓天老师踩到小天老师给他丢狗呢 到吃饭了 对他就没他就没看到那个夹子 看到了他都不 这把都不一定的 因为前面就有洞了 尖刺一开 然后戏血悲观 哎 因为自愈了嘛 这边自愈了 他知道他听见电机的声音没那么大 然后这边机身直接顶 一个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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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捣之后 扎剑原没有自愈 前锋这台机亮不了 这把这个四抓举了 改也改也改 对吧 这就是有点怎么说呢 就是出乎意料吧 确实这个夹子也是意外之喜 哎 本来也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好的节奏 就是破轮 其实这张地图 打比赛的破轮 很少开局 有那么顺的一个节奏的 马哥还啥情况 那把还就给了两次 他要给一个次 他吃一刀之后 他再跑半天 也有机会说 万一搞上下动了啥的 说不定搞一下 马哥这把还真挺灵性 他之前都上一个次 刚才我也在想 因为他前面 他是没有带闪现的 所以说两次 他要补那一刀 我觉得没有 前面先变 然后打一刀 尝试再补次悲观来得好 但从结果上来看 就是那个很好